我覺得它寫得有點傾斜過頭 這個太斜 上面這個跟那個沙開套 太靠近了 哇 下面有個打毛 這點太高了 這點太高了 點太高有什麼缺點呢 因為下面這裡空隙就露出來 就有點可惜 下面空隙太大 上面太緊了 沒有 俠不言語 所以講歸講我都是盡量寫得跟它一樣 這支筆 我是拿來寫中凱 為什麼拿來寫中凱呢 因為它是新筆 還有鋒芒 看起來那個雜毛快跑出來了 這時候就不能寫中凱 就要拿來寫大凱 筆在尖的時候要找一些尖尖的字體來寫 或是寫比較精緻的或寫比較小的 等它鈍了以後去寫它大一點的 它沒有鋒芒的時候寫鈍一點的字或大一點的字 我常覺得毛筆沒有好壞 而是你挑著用 所以我筆很多都沒有丟掉 有時候字要比較鈍的就拿鈍的 有時候字要比較柔軟的感覺就拿比較柔軟 有時候比較彈性比較好的字就挑彈性好的 有些鋒芒筆都是挑心筆 有些看起來比較樸著的 我就拿舊筆 頓頓的或是軟軟的 反正每一種筆都有它的表現的風格 不是買一種筆可以寫變天下的字 沒有這種筆 我有時候在講有些人啊 就像孔子說的 孔子說無道一以貫之啊 然後我看很多人啊 無字啊一筆貫之啊 不管用什麼寫什麼字都是用那一支筆 用來那種筆 其實倒是沒有必要 什麼筆都可以試啊 好筆壞筆軟筆硬筆 塑料毛的筆沒有塑料毛的筆 都要試啊 不要只試一種 真的那個扎毛已經影響到我寫字了 要就是換 不要就是 不要換就是 用技術想辦法克服 克服不了 它就會露成那個瑕疵 重的 輕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那筆不順手就換筆嘛 怎麼那麼多廢話 如果筆每一支都不順手那就是換手嘛 那你換不了手你就多練習你那隻手嘛 每次都問我說有沒有好的筆啊 塑成的筆啊 這哪有什麼塑成啊 這個不是科技儀器 買快一點的車跑快一點 那沒有這一回事啊 我覺得他寫的有點小有點扁 不過寫了這麼多我稍微觀察一下我覺得 他在某個 因為那個杯很長很大 從上面寫下來 在某個地方齁 某個角度應該最舒服 所以每次寫的時候是特別特別的大 或是特別的小 我特別難寫 所以在那一個 最上面跟最下面其實寫的會不一樣 哇 雜毛跑出來了 這表示這支筆快 快要拿去寫大愷了 不是丟掉齁 不要想錯啊 拿去寫大愷 靠的很近啊 寫的很扁 靠的很近寫的很扁 很扁 馬上勾起來 然後這都是稍微直一點到下面稍微踩彎齁 不要一開始就彎了 寫 這個寫比前一個寫好看 前一個寫其實 我都不敢講 應該寫得有點錯落掉的字 有點上下結構有點錯落 結構安排稍微有點小小的毛病 這個寫我就覺得拍得超好的 但是現在是要對的 就把衣服握回來了 我現在是說 是可以說 然後是先走 我現在可以說 想看 那一開始 就這樣 我現在是想看 我現在是想看 沒問題 你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